給大家看幾張漂亮的照片 照片的確是漂亮的 景色看似是漂亮的 大家看到Facebook Live的朋友就不好意思了 大家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結婚前拍照 在結婚前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取景 美景、美人、美衣服 這裡好像燒屍 你這麼清楚 因為你看到後面的推車 還是你認識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面 面就是用來燒屍火化 碧師傅真厲害 面嗎 面就是你們那些 我看到真的沒有面 真的用來燒屍火 這裡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個地方我得到的資訊 就是泰國的布吉 你知道這地方是有拍過很多套戲 泰國鬼片 泰國的普通情片 一有人死就有這些 這裡很熟 這裡其實是泰國的茶籠寺 即是中文、泰文 其實等於你們的殯儀館 這也不一樣 香港的殯儀館其實沒有做火化儀式 這裡做法事、火化 還有一條龍 一條龍 哎喲 該會了 念在旁邊 念完之後就搬一條絲 走推車 即是另一個地方就燒 可能推五分鐘已經到了 一推進去就開著那個爐 不用用木燒 現在政府用煙燒 不可以用木燒 因為會嫁到空氣不好 現在一定要用他們的化學東西去燒屍 因為這件事 其實就是有一些網民 剛好就在這個賊籠寺附近 然後就看到有一對新人 我不知道他為何會知道這對新人是來自中國內地 總之information就是內地人 這兩個不是泰國人來的嗎 我想泰國人自己結婚 不會在這些地方拍照 因為你自己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你有沒有跟我說他是大陸 我的information就說他是中國內地人 當時就看到穿禮服的一對新人 擺好腳架、有相機、攝影師之類 有很多pre-wedding很甜蜜的動作 有些甚至是模仿當時求婚的情況 單室跪地 然後女方就很甜蜜的那些 我真的很不想說這個話題 你真是這麼懂得找這個壞問題出來 真是惹火 然後人們就說 你要在這個火葬場做這樣的事情 後面又是火葬亭 他說你不在火葬室裏求婚 拍完不如進去睡吧 還省了一晚酒店 在裡面玩 開門禮事那些 開門禮事 在裡面做 白色的膠花慢慢接自己 要接定給自己 當地泰國人 有些都已經在旁邊 眼睛很輕鬆 或者是面部表情有點奇怪 玩什麼事 還有真的會被人揹 我就是想問你 你說刻意去在這些地方 去扮一些喜慶事 當然就不應該 但是他們本身是不知道的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真的嗎 他那些拜山墳場 他就當是神墳 當祖先 別人跟自己的國家的樣子不同 你就當藝術 對嗎 很有藝術意識 因為一般人 正常人的思路 你看到泰國的廟 的確泰國的廟是很有泰國傳統特色 這個位置離開了廟少少 隔開了 剛才那些白色的一座座 那些是桂花音 說真的 你問我 如果我不懂泰國傳統 不懂當地文化 其實我不知道這些是 那是桂花音 那是桂花音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是桂花音 一個塔就是一個人 即是不要聽說句 從一個建築藝術的角度去看 其實是漂亮的 哪個塔大一點 可能富貴很多 因為這些 就代表經濟好 這些塔是完全高過一個人 是幾個人的高度 可能3m 即是兩個人高度 基本上你這樣看下去 你真的不知道是桂花音 有些官 有些大官死 還有一些照顧開的皇帝 他們都會給他大塔 OK 即是他有些身份的人 還有長期維修 就是因為他這麼漂亮 所以很多電影都要來拍戲 有人死的時候 女主角要走過來哭 就是這樣 OK 我就不明白他真的 為何結婚都要去 我就是想問你 如果真的來這裡拍照 之餘處女 就是給喜慶事的拍照 其實對新人來說 會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他拍回去 他不曬出來便沒事了 拍得就不會不曬 但是他拍得又曬出來 他一定要掛 有兩體 第一 可能 有人查到他 他有劫要受 要用這些環境去承認他 都有這樣的可能 如果是刻意的話 可能是化一些東西 對 我還是相信他沒有這麼白癡弱智 可能人家在內地 對泰國的研究不太深 第二個看法 第二個看法 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漂亮 其實他掛在家裡之後 那間廟的靈魂都可以隨時去找他 你拍到什麼都可以馬上找到他 即是馬上認頭 那要看他自己的命水 看看他的金剛罩 天生的保護膜有多強 如果強便沒事 如果弱的話 就長病 長 亂亂亂亂亂亂 經濟都倒閉了 當你走進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都應該是 已經感受到一些不同的氣場 因為它全部都是陰野 例如你問我 如果我去到一些特別陰重的地方 其實我第一個感覺 其實我每次都是同一個感覺 我一定會感覺到好像在海裡 立刻飄 你會感覺到周圍的東西浮著浮著 這就是我第一個感應 知道這裡的數目比較多 這就是我自己的反應 我的訊息 當然每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但當你踩進去別人的地方 我當它是應該要比較莊嚴的地方 你尊重別人 很正確的地方 很認真 很神聖 但你進去 當然結婚也是很神聖的事 但你進去一定是開心 嘻嘻哈哈 可能你在歌的過程中 已經是打擾到他們 如果打擾到他們 一個不覺意 他們不開心 其實是否也會有機會 因為這樣 而要有少許教訓你 不奇怪 其實一定會更硬 就算那些鬼不生氣他 但別人可以隨時蓋你 你都生病 是 而且很不容易 有些人是故意拿自己去拍另外一個 找師傅算出來 我夾什麼人 熟什麼生肖 幾年 日後夜晚出生 你跟那個人拍照 找那條命好一點 或者是富貴人家 可以黏住那些福 然後貼在家裡 也可以借雲 明白嗎 那你借什麼雲 借他們 借很多靈魂 真是雲 雲妥妥 借雲 雲 真的雲 我慶幸我不認識他們 雖然不認識 也希望他們平平安安無事無干 因為我唯有叫我找碧師傅 你也不會這樣搞我吧 所以要奉勸大家 如果真的有什麼喜慶 各樣東西 去別人外國的地方拍照 各樣東西 都應該要率先了解一下 究竟你拍照的地方是一些什麼地方 你會不會犯了一些不該犯的東西 其實一幢洞像塔一樣 裡面的蛇蜊子也有 他不會選擇 也要選擇死人的東西 希望他們沒事吧 說完這件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在Facebook Live也有透露過 有一個朋友過朋友 她的媽媽最近過世了 當然 尤其是這個年輕女 她跟媽媽的關係 其實是特別好 家裡總是會有一些 很小的 跟一些長輩 老人家 他們的關係 可能會特別close 特別有緣 所以媽媽走了 其實她也很不開心 她說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感覺到人很不安心 硬著硬著 她這麼大的女兒 其實她絕對知道 也接受 其實人終歸就是會有這條路 人人都會有走的一天 但是偏偏有一種 就是走歸走 但是自己硬是覺得硬著硬著 她又不明白 為什麼自己會有這樣的感覺 同時間她也不知道 其實她可以做些什麼 為媽媽 再者就是說 譬如媽媽的身後事 當然也會由 譬如這個年輕女的父母去決定 其實也不會由後輩去決定 老人家的身後事 應該選用一個什麼模式 而當時她有一個朋友 剛巧認識到我 說開這件事 原來她家人打算幫媽媽海葬 當然 我們在節目裡 其實久不久也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人最適合的一些念葬方式是什麼 當然我們不要求大家都支持我們 但我們經常說一個人 當然是靠她媽媽的身體去孕育出來 但是要她一路好好地成長 一路長大成年到老 其實她們腳踏實地 都是要靠土地 靠泥土的滋養 才可以一路每一年生活下去 所以當一個人走了之後 最應該的就是土壯 可以幫你減低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再來就是把你自己的肉身 什麼養大你 把你的肉身回饋給那件事 然後用你的驅學去孕育泥土 讓它可以做到一個100%的循環 其實這件事才是 還是那句 是我們的意見 這件事我們覺得是最完整的 你看到我坐在那裡聽 我不想說話 我怕說錯話 當然你說現在有很多土地問題 很多人會選擇火葬 如果有興趣 你拿去泡水 拿去什麼都可以 我想沒有人的興趣是泡水 剛才也是有興趣 你又對 拍別人的骨灰鎮 拿來做自己的結婚照 也是有興趣 這個要醃鹹魚 也是有興趣 既然你這樣想她在海藏 其實你應該拿她的一部分出來 去正正常上做法事給別人 其實當時她跟我說的時候 她在海藏的時候 就沙漆漆漆浸下去 不不不不 火化了 麻麻死了 麻麻走了 如果想火葬 骨灰然後洒下去 下海撞 不要緊 洒落海也要有一部分 明白嗎 你問我最好就不要 你當她堅持要針 這件事不是全部 這就是她得到她家人的打算 為何家人有這樣的打算 原來麻麻生前的時候 有曾經說過 人總有一天要離開 都不想搞那麼多事 都不想那麼麻煩 你們隨便把我殺到海就算了 將來又不用說 定時定後又去哪裡帶餐 這樣那樣 所以家人就得了一個訊息 媽媽自己說過 將來海藏 當我聽到的時候 我當然是很不安心 海藏意思是把骨灰 再灑到海 灑到海 灑到海 還是放在岸上再放在海 不是 就這樣灑到海 所以其實很麻煩 就這樣灑下去 人家媽媽狗才這樣 其實媽媽狗我都做不出 我真的做不出 因為她也是一個生命 不是 而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這些處理方法的閉處 再來你想想 我們有說過 一個生命她走了之後 譬如有三個魂 一個是會停留在肉身上 即是在驅殼上 其實當你火撞的話 其實你已經要燒它一次 然後你走到爐上 那種的熱已經是一件事 那你還要燒它一次 當然她過了身 她不能去做任何的反抗 但在她來說 已經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再來就是 你將它燒完之後 你還要殺落海 說的是殺落海 是怎樣也罵 都罵不上來 你火撞了之後 你還說會剩下一些灰 起碼你還可以撈到灰 你要做法事等 你還有部分的身體部分 屬於這個人 要做事的話 還可以找一些比較有能力的師傅 幫他做到一些事 但當你完全殺落海 你是跟大海融為一體 基本上是 什麼都罵會 渣都沒法剩下 其實我婆婆跟她一樣 我媽撿了骨灰回來 已經被老鼠吃鬼了 我放在塔 那些漂亮塔 我家裡也有 我放了一個在家裡 太久沒人管 那些動物就進去吃鬼了 我再看一次 那些布都破爛了 有些白色布包著 那些布都破爛了 那些灰都不見了 下雨 曬太陽什麼 現在的全部都是用照片拜 用照片用名 幸好她託到朋友聯絡了我 最後 我不是太刻意要她去說服她家人 但她聽完我講 就是因為她和她媽媽實在太近 變成大家都有一個心結 還有媽媽自己臨走 她沒有辦法親口交代很多事情 變成其實媽媽又有很多說話 還未說出口 變成孫女自己也感受到媽媽那份的無奈 所以大家都有個心結 誰交給你這件事 是我們聽眾 我是一個認識的朋友 不是聽眾 是一個認識的朋友 剛好真的叫我幫幫忙 接下來的這個時段 Peter全部交給你 我們不可以再拖 一定要送一些恐怖事給大家聽聽 好 今個星期跟大家講一個在新界區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些典故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 你說一些比較古舊的地方 除了香港區的西環 或者是西應盤等等這些地方之外 我想你也可能要去到新界 才會找一些比較古舊的建築 今天要跟大家說這個地方 我相信大家如果想吃老婆餅 一定都會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裡 我吃過 很好吃 就是元朗區 元朗區你說大不大 小不小 元朗區牽涉到那一帶地方 例如朗平等等 其實都是元朗區的 如果你說自己 我親身經歷 對於元朗區有什麼體驗 就不太多 因為我不是經常去這個地方 但是唯獨去過幾次 其實我也有一些比較奇特的感應 自我和朋友去元朗區 都看到一些黑影 或者一些靈界出沒 尤其是晚上 因為元朗區很有趣 除了你說現在有西鐵可以去到之外 假設你說以前沒有西鐵 巴士 巴士 我想也很難會去 因為你要坐很久很久的巴士才會進去 而且元朗區它劃分了兩大區域 一個就是市中心 一個就是比較近郊的地方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鬼故 都是關於比較近郊的地方 第一個要跟大家說 相信如果大家是一些靈異愛好者 都一定會知道這個地方 達德 Yes 因為達德學校已經是 給這個國家地理雜誌 平為亞洲十大恐怖的地方 沒錯 十大鬼地方 即是你說 就算你經常 全亞洲 還有你經常說 泰國很慢鬼 台灣很慢鬼 其實香港都有些很慢鬼的地方 今天跟大家說達德 其實想說一些達德學校的典故 其實達德學校為何這麼出名 這幾年 其實因為很多人去探險 尤其是八十美九十後的這些年輕人 因為他們很想去尋求一些刺激 又或者可能真的聽到這麼多的宣傳 就說達德學校真的這麼恐怖 真的這麼猛鬼 真的會有紅衣女鬼 坐在一棵樹上等 會不會真的有呢 其實跟我們前幾集說 好像灣仔 南固台等等 很多年輕人都喜歡去探險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因為其實真的 也有幾次有些年輕人 在裡面探險之後 聲稱說撞邪 可能他們又會失去控制 又或者發瘋 咬人等等 這些情況 好像神志失常了 也有新聞報道過 越來越多的人也冒名而來 我們經常說 這麼多人來達德 都還熱鬧過市區 為什麼會這麼猛鬼呢 因為其實它也有些典故 近幾年 因為那些人都不想 擁有者 我們所說 地皮擁有者 不想再搞這麼多是非出來 所以現在都聘請了些看間 就去看著 不讓人晚上闖進去探險 不過我深信 如果在那裡做看間 都一定要有多大的勇氣 才可以做到 其實如果訪問當地 你知道元朗一帶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姓鄧 譬如我們時裝很有名的名人 鄧達志 那些都是來自元朗區的鄧氏家族 如果你問當地的村民 反而他們對達德學校的印象 反而不牽涉到靈異 反而他們會有很多昔日的回憶 曾經找到一些報道 亦都說鄧達志 接受一些訪問的時候 他都說 其實當時達德學校是很漂亮的 因為他以前 你想想一個很純樸的環境 很鄉村的形式 可能他們上學連鞋都不穿 就這樣赤著腳下著雨 就跑回學 這些情景可能要在宮崎進的動畫裡才能看到 即是很天真 對很天真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恐怖 但為什麼後來 這麼多人對達德學校 有這麼多不太好的印象 第一 原來有些人曾經誤以為 達德學校被人轉過 或者被徵用過來做監獄 為什麼呢 其實不是 不是 其實因為有些探險者去達德學校 看到一個鐵閘門外 有一個寫了葡萄牙文 寫著這是一個監獄的標語 其實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為什麼呢 因為達德學校太過出名 被一些外國的攝裁隊 其實就來到借景去拍電影 這些電影可能我們都未看過 因為可能是葡萄牙的電影 葡文的電影 或西班牙文的電影 我們香港人很少會看 其實都已經借過這些地方 用來好像真的一個監獄 所以以外傳而之下 人們就以為 這裡其實會不會是監獄 大家都聯想到監獄自然猛鬼 這些都是一些坊間的說法 其實達德學校起創已經很久了 1931年 最初其實現在你看到達德學校的建築 並不是這樣的 其實最初只是一間叫做漁橋二宮池 好像一些祠堂 是做一些我們所說的校舍 就好像我們以前所說的一些義學 書齋會教學生唸三字經等等 後來去到1961年 就搬了 就建了現在這個叫做兩層的校舍 你看到現在的建築 比較現代化一點 六七十年代的建築 去到1998年 因為收心不足就停辦了 去到2013年 剛才我說過 就被國家地理頻道 不是雜字 就平為亞洲十大恐怖的地方 你看到達德學校一路路上 其實都真的挺恐怖 因為它無論建築 還有當你去到的時候 你都感覺到一陣陰氣很重的感覺 很寒的感覺 還有裡面你看到現在這些木桌 其實已經是一些很古舊的建築 剛才一張照片也看到很多蝙蝠 也會墜居在那裡 最恐怖的是什麼呢 就是學校的外圍沙地球場 沙地球場有一個冒穴 我們找不到照片 但原來在那裡問村民 其實不需要太害怕 因為其實以前都是一些 寺堂的地方 所以其實那個木穴 只是鄧氏的祖先墳墓 只是一些祖墳 沒有需要太過擔心和害怕 至於達德學校有沒有自殺的傳說 因為曾經有說過辦學的時候 有些人在自殺 其實據鄧達志所說 當時其實有人自殺過 其實就是當時一位校長的老婆 不過那位太太自殺並不是在學校做的 她反而是在她自己的家 根本沒有人在這間學校自殺過 至於為什麼說會有這麼多人對於達德學校 有一些靈怪的印象 就是因為始終都說過了 就是真的有些人說見過 有紅衣的女鬼 坐在樹枝上看著你們 對著你們笑 又或者因為始終達德學校 四周圍你看到這張照片 一個Wineshot 就是因為有很多樹木 我們經常說一些建築物 如果被樹林包圍著 可能有一些我們叫做 一個四字詞語 痴味妄良 就是很多山精妖味 對 就會在那些樹的陰的地方去徘徊 剛好又好像有一個棲息所的地方 事實上我自己看著照片 如果你是否感應到有些陰氣 我自己都覺得很寒 當然我經常說 做人人不犯你 你就不要犯人 當然 這個其實是品 對 我覺得如果你純粹是一個欣賞的角度 去這個地方看外圍 而不是衝進去破壞別人的地方 我深信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爬爛 翻山澀水進去 又打爛別人的窗門 又在裡面噴桃鴉等等 這些做的壞事 我覺得任何人 如果別人去你家裡這樣做 可以不可以 相信也不可能 就算你說真的會有這些情況 可能都真的會衝撞了 而令到大家真的會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至於大家依然去不去做這些 所以自己決定 我們就不會建議你去擅闖私人地方 另外 我們除了說達德學校之外 如果住元朗的朋友 元朗有 都會知道元朗有一個叫做元朗公園 元朗公園裡面 其實有一個叫做水牛嶺的地方 這個水牛嶺其實就是一個臨地 其實我們所說的元朗 我們很多地方都叫臨地 什麼叫臨地 就是說它的土壤很肥沃 以前在未開發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用來耕種 用來種水稻 又或者用來種菜等等 一些農耕的地方 剛才開發之後 政府就很多收了這些土地 你看到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元朗公園 你看到現在的草地都很翠綠 就是說那個土壤比較肥沃 為什麼會有鬼故呢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塔 其實我們所說的 現在我們有一個叫做白鳥塔的地方 這個白鳥塔 你看到它好像很漂亮 很神聖的地方 其實它的原油都很神聖 其實原諾公園這個地方 以前曾經是一些刑場 有關日軍事 就是說很多人在這裡往死過 後來也都在重光之後 很多人曾經在這個土地上 覺得很多問題 又看到很多影子 又看到很多不舒服的事情發生 總之在當地遙傳說 那裡陰氣非常之重 後來是1991年的時候 就是當時的市政局 就是英國統治的時期 就說因為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而令到當地的居民好像住得不太安心 他們就在這裡建了這個白鳥塔 目的就是要鎮壓當地的一些陰靈 這個白鳥塔其實也挺特別的 這個白鳥塔有七層 而它的塔身是珠紅色的 好像剛才CCC說的珠沙的顏色 一個很傳統的中國建築 面積大概有85個平方米這麼大 而旁邊也種了很多樹木 那裡為什麼會叫做白鳥塔 因為那裡是飼養了很多鳥 而圍數差不多有百多隻 而塔的高層其實遊客可以上去 可以看到元朗新市鎮的一些景 相傳有一些我們說的遠古一點的故事 就是當年因為有很多人在那裡枉死 而且有很多人在那裡自殺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陰氣重的地方會招人去那裡自殺 當一個人死了兩個人死了之後 有很多人曾經在樹上 又說看到有人坐在那裡 又說看到有很多影鬼影蟲蟲 總之在那裡見到 因為有人死過的時候 其實已經為那裡開了一個陰門 對 而有一件很特別的事 就發生在1994年7月8日 當時也是七七事變的一個紀念日 七七事變大家如果懂歷史都知道 就是說日軍侵華的七七事變 剛剛踏正凌晨過了七七事變的四個小時 在元朗公園旁邊的公園北路 發生了一宗一死三傷的奪命車 一架私家車駛到急彎的時候 就撞到了石柱 當中有三個乘客拋出車外 當場死亡 而他的死相是非常恐怖的 因為他半個臉都不見了 而有人也認為 當時日治時期的時候 被日軍殺了的冤魂 他們因為七七事變的日子 他們很不憤 而他們要出來殺人 去宣洩他們的怨氣、陰氣等等 所以當時也會有些人主動在那裡拜祭 想著可以威藉一下 當時日軍被殺的死亡者 不知道百了塔是否真的那麼恐怖 但我現在這樣看起來 日光日霸好像挺漂亮 真的上去看 看不到他恐怖那一面 看不到恐怖可能是晚上 但如果它變成電影畫面 就像因為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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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有些烏鴉飛過 也蠻可怕的 樹暈閃閃鬼 amazing 而且有夜晚夜難人證的時候 沒錯沒錯 除了在元朗 一些比較多人會去到的地方 例如出名的達德學校 或者百鳥塔之外 其實也有一些 specifically古老的大閘 例如我們之前說過灣仔的南古台 其實都是一些以前有錢人建的別墅式大宅 其實元朗也有很多,其中一個我們叫少爐 少爐的原油在哪裏呢? 其實那個地方在元朗大堂附近 就是叫做大祈嶺村的歷史建築群之一 其實他到現在已經有相近七八十年的歷史 因為他是四十年代的建築 你會看到少爐的照片給觀眾看 其實都會有一些很中西合璧的建築 這是魚軟,另一張有一個是比較彎的 這個就叫少爐 好古色,好恐怖,好聞錯 好聞錯,好像古莊街 但是很帥 我不會走進去 除了很多人慕名去看他的建築特色之外 其實他都因為鬧鬼 而被人稱為亞洲十大鬼屋之首 這個大宅自七十年代已經開始荒廢 沒有人開始住 為什麼呢? 當時有很多不少街坊走過少爐的時候 通常他們在夜晚 在夜晚或者黃昏 至到晚間的時候 經過這個地方 居然聽到一間荒廢中的大宅 因為你看到很多窗 居然看到裡面有燈 有燈也不容易 還聽到裡面有人打牌 聽到裡面在耍樂 在玩 嘻嘻嘻 好像一家大小在共聚天倫的感覺 但是當他們轉個晨 或者轉頭回去再看 為什麼會有人在這裡 又沒有了 燈也關掉 又沒有再聽到有人玩 有傳聞說 曾經有人在深夜的時候 駕駛經過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駕駛拐掌的老人家 突然間會從屋外的這個紅色框框的大閘的時候 就穿出來 但是現在你可能見不到那個閘 其實他們以前是有一棟閘在這裡 就說一個人有什麼可能會 即是現在綠色封了那些位 綠色那裡 就穿出來 就好像穿牆過壁一樣 就出來這個大閘外面 就會看到這個老人家慢慢慢慢 就像飛樓一樣消失了 這輛車當然是煞車 就看到原來最後這個老人家 根本上就不存在 就像一層煙霧一樣就不見了 也曾經會有一些說法 就是這間大屋裡面 因為以前的高門大戶 很多時候會請一些丫鬟 那些丫鬟就像奴隸一樣 會被那些少奶奶 或是奶奶 經常租賊她 領她 撕她 撕她 黑薄她 也有人傳聞過 說少爐曾經都會有一些人 在這裡聽到一些 妹仔的鬼魂出現 就會穿著一條媽鞭 穿著那些很緊身的 老爺迫入柴房 是的 那些鬼魂在那裡 不過說起丫鬟的傳聞 就真的不得不和大家說一下 這個我們叫做魚丸 魚丸的這個地方 魚丸 剛才我們也看過這個照片 魚丸其實同樣地 都是在四五十年代 或三四十年代 一些比較古舊的建築 而且都是高門大戶 以前那些有錢的闊少 很貴贏 去住這些地方 這個大宅真真正正 是關於那些妹仔的事 曾經有說過 有七個婢女 一夜之間死了 的一個傳聞 傳說中 這個魚丸中 有一個大型女主人 這個女主人 經常都很小心眼 因為她嫁了一個很有錢的老公之外 同時她也很害怕 這個很有錢的老公 會被人搶走 要這麼有錢做什麼 對 所以她日日夜夜 都常常盯著她老公 看她會不會有粘花野草 等等的情況出現 而最直接的地方 所謂日房夜房家賊難房 最多女生的地方 接觸到 梅仔 近身的梅仔 當然她日日夜盼 都不想這件事發生 但是最終 其實都真的 她就 私宜其中一個妹仔 是這個護理精 因為她發現到她的老公 曾經跟那些妹仔有染 所以她就會覺得 一定是的 那個妹仔 你一定是護理精 她就開始捉了 因為她們一間院裡 她們總共有七個妹仔 她們一次過捉了那七個妹仔 就打算讓她們互相供出來 看看是哪一個 例如我打A的時候 她就說 不是我奶奶 其實是C 看看誰供到最後那個 她就知道誰是護理精 她們一次過就不斷 毒打那七個妹仔 當然 最後是沒有人承認 那個奶奶就說 嗯 你們個個都不承認 那好 我就寧枉物仲 個個我都殺了她 就一次過把那七個妹仔 就扔了下去 後院的一個池塘裡 就減生 浸死了她們 但是到了後來 這個大宅 每個人都老了 奶奶又死了 老爺又死了 他們的後代又搬走了 的時候 這個大宅就逐漸逐漸荒廢 荒廢了之後 就開始鬧鬼了 有人說 在後院的食堂裡 雖然現在的食堂已經被填平了 但是也有人說 聽到屋內 經常都會傳 當她走到外面的時候 經常都聽到裡面 有些很妙齡的少女在尖叫 甚至乎有些人厲害些說 奶奶不要打我 我是冤枉的 這些聲音 也有人說過 日治時期 魚縣曾經 因為日軍都要統領新界的地方 他就把新界的地方 畫了魚縣做元朗司令部 即是一個總部 當是一個指揮中心 而當時也真的抓很多人 去殺殺死死死 強姦強姦等等 亦都是說 日軍加上這七個小妹的情節 會令魚縣成為 亞洲十大猛鬼鬼屋之首